从四川阿坝州走出的藏族作家阿莱 常年将自己失忆的笔触 对准家乡的山水 用文化人独有的视角 记录书写中华民族的文化故事 西方的写作经验 对中国当代作家带来了什么影响 为什么阿莱在北京大学公开表示 那些来自于西班牙语 法语 德语的写作经验 最后都必须以中国的文字来呈现 近日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阿莱 就此接受中兴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由于文化 文明 如果我们打个比方是条大河的话 甲骨文就是在追溯中华文化 中华文明的源头 因为我们只有人创立了文字 就是给我们认识的万物命名 命名以后进行总结 进行归纳 我们讲认识世界 建立关于这个世界的观念 建立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思想体系 知识体系 都是从这儿发源的 所以看到大江大河 不光是它汇入大海的那一瞬间 我们应该对更多的源头感到兴趣 最大一瞬就是表现人 文学的核心是人 人的意志 人的情感 古典文学就讲得很清楚 思言智 思缘情 说思是要说出思想智 智当然不是今天狭隘理解的智向智气 有这个意思 但是比这个更宽泛 同时说思是跟情感发生关系的 或者是它因为情感的动荡才产生的 不光是主观的一个观点 因为哲学家有观点 历史学家有观点 但是他们恐怕 更多是基于理性的表达 但是文学是从抒情开始的 从情感的动荡开始 文学作品是靠情感打动人的 比如说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们看简爱 看小说要看电影也好 电影一开始 英国人住的房子跟我们不一样 英国人穿个裙子还撑开 跟我们中国古典的 那个同时代的人的服装也不一样 我们会看到一些文化差异 但是那个都不重要 最后使你陷入这个作品当中 然后把它把你深深吸引的 其实跟我们是一样的 就是他们的爱情 爱情的齐齐落落 才是最后把真正人抓住的东西 所以文学总是以情感为第一 并不是说里头的 另外交代的一些文化场景跟元素不重要 但是那个是其次的东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